乘风2024出舞台终于播出 姐姐们的表现都不说前面几季甚至更为成熟 和上一季一样的是又有一位姐姐出舞台出现意外 苗苗 郑凯的妻子 她的出舞台是展示一首舞蹈的歌曲 但是却因为自己是背对的镜头 导致自己没有正面镜头 值得庆幸的是她后半段基本都是舞台形体展示 比去年的凯莉姐姐要幸运很多 她有很多旋转镜头 整体对比完出舞台 有四位姐姐的舞台是超出期待很有惊喜的 第一位姐姐 尚文杰 尚文杰大家都知道是一位战装型女歌手 但这次出舞台却展示了唱跳很有个人魅力 她这次的舞台特别像第二季 有一位中国好声音选手的舞台 又可爱又洒 虽然没拿到370家的好成绩 但是却刷新了在观众心中的认知 第二位姐姐 陈丽君 陈丽君姐姐很英气 并且最后收件的剑花也被节目组直接剪辑出来 特别萨爽英姿让人眼前一亮 也让不认识她的观众一下就记住了她 第三位姐姐 俄罗斯姐姐 俄罗斯姐姐的名字没有记住 但是舞台被记住了 虽然她不是最美丽的 但是登台后的动作设计和她个人的舞台表现力 加上几个劈叉和前空翻 真的诚意满满 舞台设计又复杂又完整 堪称完美 第四位姐姐 刘欣 刘欣之前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白嗓 尽管2011年确实大家都很喜欢她 但不得不承认她唱歌 她的音色和声线很普通 但是这一次她已经成为了一个摇滚女主唱 有气场 有实力 有歌喉 完全告别了当年大白嗓的印象 第五位姐姐 齐薇 如果齐薇不介绍她的扇子 肯定观众都不知道 小小一把扇子还加了那么多细节 她是唯一唱原唱的姐姐 起初听到她说唱原唱并没有抱太高的期待 但是她上场表现后真的舞台极具惊喜 虽然不属于唱跳舞台 但是就是好看又好听 还有范儿 有气场 能做到如此完美的姐姐确实不多 整体看来 36位姐姐的呈现 有的是锦上添花 有的实力呈现 还有一些花瓶战装 形形色色 但也都比第二季的姐姐触台走音 触台做法的 触台没跟上旋律的要好得多 触台整体对比下来 第一名是七威 382分 第二名是陈丽君 380分 第三名是俄罗斯姐姐 378分 第四名是何杰 377分 第五名刘欣 376分 只看了一遍 不知道记得是不是有偏差 有偏差大家可以指正 看完触台 你们认为哪位姐姐有最后夺冠的可能性呢